前两天有一个朋友问我,留言问我,说那个,为什么胡温时期,这个体制还能勉勉强强度日,到了习近平这一届,昏招跌出,越来越不济了。 其实这个问题呢,它有内外两方面的因素,胡温时期,他们已经反映过来了,对外贸易的这个依赖度,整个外向型经济,越来越让他们感觉到内部的不稳定。 当时,尤其是第二届,第二届人籍,他们做出了一些许多,我们知道2004年,外向型经济导致的对外贸易的依赖度是70%, 那么到了2006年,2017年,降低到20%,这其实就是从胡温的第二个任期开始的一种转变。 当时的国际社会已经开始从中国撤离企业,把产能向东南亚,向非洲,向印度来。 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十年以上,我们看到了胡温尤其是最后一届,包括他们离任的时候,提出过一些政治改革的主张。 这种声音呢,在表现他们的开明之语,其实也是给下一届留下了一个阴影。 作为习近平这届政府,他们面对的国内国外的局势,跟胡温时期已经决然不同。 从内部的变化来看,因为习近平采取了一些暴力的手段,他打着的这些干部,他采取了一些政治,都可以被称之为叫做极政。 那么内部的不稳定导致了,我们看到的所谓的经济政变,以及反习公开性的这么一些热点事件。 更多的,其实是一些调整。 这些调整,貌似大刀扩斧,有一些还比较得人心,但是步伐都很快。 真正的变局,是由内而外。 我们知道今天美国开始了对中共实行制裁。 我们今天看到的数字,是600亿美金。 今后,类似的制裁措施会越来越多,不仅仅是经济上, 政治上,文化上,都会接踵而起。 因为国际环境的压力,所以习近平这一切呢, 他的立场很鲜明。 他一边寻求与外部世界的, 有一个缓较的谈判的机会, 以拖延外部世界对他的压力, 尽可能延缓这个时刻的道理。 从内部来看,他们在做着, 不断地进行的调整。 这种调整,在文宣口的这种变异之下, 让你感觉到, 美国对中共进行的制裁, 它是一种贸易战。 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, 经济增长,变为负数。 他们提出来叫什么? 叫负增长。 中文是很奇妙的, 他们可以关起门来自嗨。 通过文学, 把对中国不利的东西都可以删改着, 然后换一个说法。 其实中国的经济, 中国的政治, 中国的文化, 包括网络上的这种禁言, 从胡温时期到现在, 它这个变化已经相当大了。 大多数人是能感受得到, 只是不敢说。 有些人硬撑着, 还在抗拒。 我相信没有人是傻的。 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方式呢? 因为他们从心理上, 不愿意接受目前的这个现实。 他们非常希望, 和平的时间越长越好。 因为对普通的民众来说, 和平也就意味, 他们能够更好地享受。 就像鸵鸟。 即便有什么不好的改变, 他们也希望能够尽, 尽可能地拖延。 希望能够看到变化。 我们也知道变化肯定会出现。 出现在什么时候不知道, 只有等待。 习近平现在所有的做法, 你看似大刀阔斧, 其实这个政策并不是他指定。 从胡温的第二任期开始, 有一些政策就已经得到执行。 习近平只不过是把这个步骤加快了。 所以你感觉到他有很多举措, 非常令人不解释。 但是我相信, 你静下心来看一看, 你就知道, 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, 中国没有人跑得过去。 虽然我们不是发达国家, 我们不是引发这场经济危机的所在过, 但是因为外向经经济的原因, 以及中国经济奇特的这个构成。 我们实际上还是遭到了损害, 而且这个损害是短时间内无法流转。 把对外出口的东西, 把对外出口的东西转化为内需, 这个过程很暗藏。 而且很难做到。 胡温后期导致的一些影响, 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它的结果。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地方站和房产泡沫, 它都不是习近平这一届导致的。 中国所谓的辩论, 它有一些副作用。 经过习近平的这种急震, 把它显现得更加明显。 国际社会呢, 迎来了一个不那么政治正确的领导人, 川普代表着白人的保守事物。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白人至上, 美国至上, 或者说美国第一。 从本质上来看, 美国总统的工作, 就是保护美国公民的利益, 维持美国的利益。 他做的没有任何问题。 他的前任也是这样做的。 你不管是选择战争, 还是选择清洁能源。 其实从美国开始, 用过剩的郁民, 做乙醇燃料的时候, 非洲的粮荒, 非洲的烂民潮, 就不可避免。 打破这一均衡的, 始终是这一面超级的。 在整个目前的世界经济环境下, 这个游戏它是有领头羊的。 很不幸, 中国短时间内, 根本就替代不了这个位置。 作为老二也好, 老三也好, 你就不得不承受这个游戏所带来的后果。 很多人觉得中国的经济呢, 它跟外部呢, 没有那么密切的联系, 我们始终在追赶。 所以说全球性的一些经济上的变动, 在中国它的反应应该是滞后的, 它的联动性不会那么强。 这个认知呢, 不错, 是有滞后性, 但没有他们所想象的那么大的怀, 那么大的脱节。 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反应, 以及内部的一些调整, 其实都是本届政府, 应对国际压力的一些变数。 这种因素, 从目前情况上来看, 是有效的, 只是它反映出来的这种手段, 过于激烈。 所以大多数国人是理解不了它, 而且觉得非常残酷。 其实我们往下看, 未来的一年内, 更多的政策, 将会彻底摧毁人们, 对和平的期盼, 剧烈的社会动荡, 很快就会到来。 现在看起来, 胡温时期的言论自由, 江泽民时期的言论自由, 你再往前看, 胡耀邦时期的所谓的自由化, 那只能是在回忆中。 短时间内, 我们看不到这一切。 不过你放心, 这场变革到底, 它会换来一个新种鬼。 再也不会有言论上的前置。 只是到那个时间, 能够泡壶茶静下心来, 完整地回味这个过程的人, 将会失去了。